iPhone的iOS 15推出了一个新功能叫做专注模式 它远向是勿扰模式的升级版 在各种模式下你可以自定哪一款App能够通知你 或者是谁能够打给你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一下如何利用这个功能 让你在工作上或者是放松的时候更加有效率 大家好我是苹果妹 之前在iPhone上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使用一个功能叫做 勿扰模式呢 就是在控制中心这边有一个按钮原本叫做勿扰模式 那在最新并且还没有正式上线的iOS 15 就多出了这个专注模式 那iOS 15也快要可以更新了 所以今天就抢先来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专注模式可以怎样帮助你效率推到最高点 这个专注模式并不是只有一种模式 它里面呢其实包含了非常多种模式 包含像是工作啊睡眠或是放松 那不同的专注模式呢能够让你在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情境在手机上面客制化 不同的使用功能跟接收到的资讯 举个简单的例子像是你在工作啊或是开会的时候 你就不会想要收到游戏App或是购物App的通知 那你在玩游戏的时候呢也不会想要收到老板的讯息 但是可能不能错过女朋友的电话 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依照不同的类别跟情境 去选择不一样的模式 那除了手动开启不同的模式之外呢 你也可以设定自动化 也就是自动开启特定的模式 例如说时间限定的自动化 假设呢你早上9点到12点这之间 你可能都在工作或者是都在运动的话呢 你就可以设定iPhone 在这个时间内呢自动开启特定的模式 还有另外一种呢是指定地点的自动化 当你到达特定的地点啊 例如说你的公司的时候呢 iPhone就会自动切换到工作模式 并且呢会让指定的App完全不能打扰你 然后这些模式呢也可以跟你其他的装置同步 例如说你今天在iPhone打开工作模式的话呢 在Mac跟iPad上面也会自动切换到工作模式 另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酷的功能 就是在不同的专注模式下 你可以设定你的主画面出现的页面 那再更进阶一点呢 甚至是可以结合捷径来切换你的桌布啊 或是执行捷径 如果我们今天呢主要先来讲解一下 怎样设定这个专注模式的部分 捷径的部分呢我会稍微提到一点 首先呢打开你的设定 接着呢我们在中间的部分 看到这边有一个专注模式的选项 我们点进去 然后第一次使用的大家呢 可能只会看到上面有三个项目 那如果你想要新增的话呢 就按一下右上角的这个加号 点进去之后呢 它其实就已经会帮你预设一些 你可能会新增的项目了 像我刚才主画面这边呢 除了最上面这三个 下面都是你按加号的时候会出现的选项 像是游戏啊或是放松 那每一个选项你点进去呢 它其实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像是游戏的选项呢 它就会有一个自动连接到摇杆的选项 然后像睡眠的话呢 就会自动连接到你的睡眠模式 那我们现在呢 先来新增一个工作模式试看看 如果你这边有工作的话 你就直接点工作 或者是按右上角的加号 然后我们选工作 它就会出现一些解说 然后我们按下一步 那这边呢 就是新增哪一些联络人能够联络你 像是你的老板啊 或者是同事跟一些重要家人 你就可以把它加入这个联络人的部分 那下面呢 有一个其他人的选项就是今天不在这个名单上的其他人 如果来电的话 它要不要显示 我们点进去 那这个部分呢 跟刚才的名单是分开的 所以你可以把它调到没有人 或者是常用联络人也可以 那我们按完成 接着按下方的允许 接下来下一个步骤呢 我们要来选择能够在工作模式下通知你的app 那我觉得有一点可惜的就是刚才的联络人啊 还有现在的这个app通知你都没有办法去选择line里面的指定联络人 就是在这个功能下呢 line要嘛是完全没办法通知 要嘛就是每一个都可以通知 所以这是一个小小的缺点吧 那我们现在呢 按一下这个加号 里面就可以选择哪一些app能够通知你 所以这些呢 就是我觉得我工作会用到能够通知我的app 接着按下一步允许 这样子就设定完了 然后我们按完成 然后现在呢 我们进到这个画面还有更多的一些选项能够选择 像是你的主画面要选择哪几个画面啊 或者是你可以加入自动化的排程 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到 这边选项下面的专注模式状态 那这个功能呢 就是在iMessage里面 对方会看到你现在是开启静音的 如果你有在用iMessage的话 那我们回到上一步 下一个选项叫做主画面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 你可以去控制说哪一些页面要在这个模式下显示 这边有一个自定页面 点进来之后呢 你会看到你全部的主画面显示在这边 然后你就可以去勾选说 你工作模式下会用到哪几个页面 那我自己的做法呢 就是我把一些比较容易分心的app 都放在同一页 就是最后这一页 有像是Instagram啊 Spotify啊 或者是一些游戏的app 都放在这一页 所以我就可以去选一些我工作上会用到的 然后按完成 回到上一页这边之后呢 我们看到下一个选项叫做锁定画面 点进来之后呢 你看到两个选项 第一个就是你可以把你的锁定画面调按 第二个呢就是把已经静音的通知显示在锁定画面上 因为有些人可能只是比较在意声音的部分 那静音的通知 你可能还是想要看到文字的话呢 你也可以把这个选项打开 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看一下自动排程的部分 我们点入这个加入排程或自动化操作 里面呢 大家看到有三个选项 第一个是时间 也就是每一天呢 几点到几点自动开启这个工作模式 我们点进去 这边呢你就看到它排程已经自动打开了 然后开始跟结束的时间你可以在这边设定 然后你也可以选择每一个礼拜里面 你有哪几天想要开启这个模式 就是说你今天只有1到5在工作的话 你就可以把日跟6取消选择 那我们按右上角的完成 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其他自动化的操作 一样呢我们点到这个自动化里面 第二个选项就是位置 就是你可以在指定的地点 让它自动开启特定的模式 例如说你的公司啊 当你抵达公司的时候自动开启工作模式 我们点进去 那这边呢我刚才尝试想要输入地址 但是好像没有办法新增成功 那可能要等到iOS15正式上线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部分 那下一个选项呢叫做APP 就是今天你打开特定APP的时候呢 自动进入这个模式 然后最后一个选项叫做智慧型启用 就是它会学习你的使用习惯 在特定的时间或指定的位置 自动开启特定的模式 那这个部分呢可能还是要使用一阵子 才会比较精准 那我们现在呢设定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控制中心 就是我们应该不是说 如果你要开启特定模式的话呢 你要点这个控制中心里面的专注模式 然后我们就看到这边就有一个工作 然后你要开启模式的话你就直接点它 那如果你刚才有设定自动化的话呢 这边你就不用手动开启了它会自己开启 那如果今天你没有设定时间限制的话 我觉得有一点危险的就是 你有的时候工作完毕 你会忘记把它切换到正常的模式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还是要习惯一下 那除了工作之外呢 我们来看一下游戏 这边有一个很酷的功能 就是当你连接到摇板的时候 它可以自动开启游戏的专注模式 睡眠里面它会自动绑定你的睡眠模式 就是今天如果你有带Apple Watch 然后你进入体能训练的时候呢 iPhone会自动进入体能训练的模式 然后一样呢你可以去设定说 谁能够联络你还有哪些App能够通知你